關心的是中東的局勢 以色列的軍方25號先發制人 對黎巴嫩真主黨展開了大規模的攻擊 而且鎖定目標包括的就是黎巴嫩境內的飛彈發射器 所以目前中東整個緊張衝突呢 這個情勢又再度升級了 好 以色列先發制人之後 真主黨隨後就對以色列發射超過 320枚的卡丘砂火箭彈攻擊 以色列和黎巴嫩邊境城市響起的空襲警報 你也可以看到遠方地平線冒出了橘紅色的火光 這是以色列的鐵穹防御系統在攔截黎巴嫩的火箭彈 而以色列的國防軍宣稱 黎巴嫩原定在當地時間清晨5點 要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不過以色列先發制人鎖定了40個目標進行摧毀 同時以色列也宣布 全國已經進入48個小時的緊急狀態 限制北部地區的集會人數 並且關閉了邊境以及海灘的區域 整個中東的情勢真的讓人相當的擔心